浴室寶的款式都五花八門 又有天花式、窗口式和移動式 究竟哪一部才是最適合你呢? 不如我跟大家說說吧 天花式浴室寶的好處是 可以令氣流的效果更均勻 而且安裝在假天花上 令觀感更加一體化 不過也需要留意 需要有較高的樓底 或者有假天花才能安裝 而且也需要有接駁風管出窗外 如果大家安裝天花式浴室寶 就要留意了 如果沒有假天花 窗口會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大的優點就是省位 可以直接安裝在抽氣線的位置 不需要額外接駁排氣管 它的抽風力也很強和很快 好像這部浴室機 它搭摩打的時候 都可以同時啟動暖氣和抽氣 也有一個清洗的設計 除了洗隔塵網 扇葉都可以拆出來洗 而大部份的浴室寶 都設有這個無線遙控 可以讓你隨時選適合你用的功能 如果家裡不方便 裝天花式或者窗口式的浴室寶 都可以不妨考慮這種移動式浴室寶 因為它是易擦易裝 不需要特定裝在一個位置 你可以隨心拿去哪個位置都可以 而且它亦有掛牆、掛勾、座桌三種方式 一般的遙控室寶 都設備可擦式的金屬支架 用來落毛巾就最適合了 來個小總結 如果大家想選擇一部送風效果比較強的浴室寶 便建議可以選擇天花式或者窗口式 如果家裡不方便安裝天花式或者窗口式的浴室寶 便可以考慮這一款移動式浴室寶 浴室寶除了可以抽氣和有暖風功能之外 其實還可以抽濕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還有最後一個提示 就是記得上中電至想買 選擇一部適合你心水的浴室寶